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昨晚进行了最后一次全要素彩排 将于2月20号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正式亮相 目前闭幕式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目前已经进行了三次全要素的正式彩排 将在80分钟左右的时长内完成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多个仪式环节 与开幕式形成一脉相承的上下篇叙事模式 主创团队经过多次方案优化 在延续开幕式简约风格的基础上 再次通过仪式与表演的有机融合 呈现中国式浪漫和双奥情怀 因为这次我们从一开始就四个仪式就定了这样一个方向 就是没有明星 没有演员 几乎没有专业演员参加强调人民性 所以我们就依靠了各行各业的人的支持 等于我们的演员队伍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大中小学 还有一个就是在排练上也是 希望再简约闭幕式 就希望再以运动员为主体 为运动员为会议流程服务 包括有双奥元素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调整 据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组介绍 闭幕式将更多聚焦运动员 因为这是他们经过辛苦训练和赛场拼搏后的欢庆聚会 在美学基调方面 主创团队大胆使用中国红碰撞冰雪蓝 将灯笼 中国节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作为表演元素融入仪式当中 而双奥之城的艺术化诠释 也将成为整场闭幕式的最大看点之一 就是我们闭幕式最重点的环节 就是体现双奥这个理念 这个双奥理念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希望了 有当年零八年奥运的重要元素在这个中间 还有一种特别依依不舍的这种情怀 因为第二天大家可能各自回各自的国家了 我们想把这种温暖传递到全球 所以说我们用了红颜色这个基调 做到我们闭幕式一个主打的颜色 我们在闭幕式观众席上面 有近两万盏灯笼 布置在整个观众席上面 参与到互动表演当中 叫做红色激情和蓝色的浪漫 形成了一个碰撞吧 感谢观众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